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国防部的一把手 正在与中国国防部的二把手 讨论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这表明拜登政府现在更加强调 让中美双方保持对话 而放弃了对两国领导人 必须同一级别的要求 如果谈判成功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可能会在6月10日至12日 在新加坡期间会见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此前奥斯汀已经在4月份 与魏凤和进行过一次电话交流 当时美国官员曾经希望 奥斯汀交流的对象 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量将军 但是这一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美国高检究员前五角大楼官员 Coopers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 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决定 需要与北京保持沟通 并且试图建立冲突的防护栏 美国认为这比争论与谁来对话更加重要 分析师指出 奥斯汀和魏凤和虽然头衔相似 都是各自国家的国防部长 但是他们在官场上的实际权力完全不对等 在中国国防部长的职位主要是礼仪性的 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中国的国防部长这一职位的设立 是为了在外交上与西方国防部长相对应 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许其量 在实际的级别上才更加接近于奥斯汀 目前中美之间的痛点 除了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之外 还包括北京在南海的主张和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美国对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的任何支持都非常警惕 拜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一再强调 在这些问题上要建立安全护栏的重要性 以防止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失去控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周 一次针对习近平施政措施的简话中说 美国希望确保与中国不发生性的冷战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罕见会晤 并且宣布他尊重美国央行的独立性 同时转移了控制数年来最高通胀的责任 拜登辩称虽然打基务价上涨是他的首要任务 但是这项工作主要是美联储的职权范围 拜登说 我的计划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尊重美联储 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我已经这样做并且将继续这样做 这是拜登自上任以来与鲍威尔的第三次面对面的会谈 拜登一直试图表明 他正在尽最大努力 遏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民意调查显示 物价上涨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白宫近期 越来越多的在公开评论中 将与通胀作斗争的责任转移给美联储 拜登在周一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 美联储负有控制通胀的主要责任 拜登周二还表示 他作为总统的职责 是给美联储完成他们工作所需的空间 并且补充说 我不会干涉他们重要的工作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4月份的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与一年前相比上涨了6.3% 是美联储2%的目标的三倍多 本月早些时候 美联储已经将利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 鲍威尔表示他们计划在6月和7月继续加息 以遏制通货膨胀 尽管利率上升 但是美国房价在3月份创下35年来的新高 根据标准普二的相关指数 美国3月份的平均房屋价值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6% 这是35年来最高的涨幅 比去年13.2%的涨幅大幅增加 3月份 美国1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上涨了20% 而2月份则上涨了18.7% 随着对中型城市和郊区宽敞住宅的青睐 坦帕、凤凰城和迈阿密的价格强劲上涨 本月早些时候 抵押贷款利率达到了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促使一些住房市场专家预测 美国房价会放缓 但是到目前为止 消费者的购买继续推高着房价 标准普二的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房价增速放缓 至少还要再等一个月 而与美国火热的楼市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房屋销售在5月份持续下滑 根据最新数据 5月份中国最大的100家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量 同比暴跌59% 这一降幅与4月份的降幅相当 是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当局在5月份已经加大力度挽救住房市场 敦促银行增加贷款 降低抵押贷款成本并且放宽拥有多个房产的规定 但是市场仍然未见起色 中国的房企经历了近一年的洗牌后 现在正在出现明显的最后赢家 那就是中国的国有开发商 一些国有开发商一直在利用房地产行业的混乱 通过收购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资产来扩张 近几个月来 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 主导了全国各地的土地拍卖 主要原因是他们仍然负担的起融资 虽然他们也在与公寓销售下滑和房价下跌作斗争 但是他们的销售下降通常没有私营企业那么严重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 在未来一两年内 我们将看到私人房地产开发商被挤出的进程加速 他们的空间只会不断受到挤压 幸存者将主要是与政府有联系的开发商 因为这些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成功的公司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 并非所有的国企都会做得很好 上周有政府背景的大型房企绿地集团 因为试图推迟偿还4.88亿美元的债券 而吓坏了投资者绿地的债券价格暴跌 并且引发了对碧桂园等同行的抛售 自从去年夏天经济衰退以来 北京一直在鼓励国有开发商 在该行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监管机构鼓励财务健康的开发商 从陷入困境的私人同行手中接管优质资产 当局还要求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和债务融资 来支持此类收购 在恒大的所在地广州 本月举行了广州市的首次土地拍卖会 出售的18块土地中 约有15块都卖给了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拥有的公司 而相比之下 两年前同样在广州 11块土地拍卖中 有10块流向了私人开发商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最大的开发商手上 仍然有足够的土地 来维持至少三年的房屋销售 但是如果经济继续衰退 再加上国企购买了大部分的土地拍卖 这将表明政府支持的企业 在未来将会有明显的优势 谁能够在这轮洗牌中幸存下来 未来就可以在竞争较小的市场中继续发展 此外本周二 中国宣告破产的紫光集团前高级副总裁 板本信雄接受访问时说 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实力 不管在研发生产和产品合格率方面 都落后于台湾韩国和美国一大截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板本指出中国大陆占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比重为15% 但其中英特尔等外资企业就占了60% 中企的比例仅占40% 同时中国缺少行业人才 在研发方面缺乏经验 板本信雄说 大陆的半导体实力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很大 在DRAM领域处于中国顶尖水平的长星存储 与三星电子相比要落后4代左右 而在运算用的逻辑芯片领域 即使是顶尖的中芯国际 最好的产品也只是14纳米 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技术 相比之下 台湾的台积电正在研发2纳米的产品 再加上美国的制裁 中国更加难以引进尖端的半导体生产设备 无法跨入价值巨大的处理器领域 他说 中国如果缺乏在三四年后 追上台积电的雄心 那么差距会不断扩大 在本地企业不足的情况下 中国只能暂时不断引入外国企业 德国默克公司周二表示 它已经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了一份合同 将在中国江苏省张家岗 开设一个半导体基地 并且称这是其在中国最大的一笔电子业务投资 默克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终端市场 世界芯片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流向中国 中国目前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市场 他说 我们认为中国将会迎来半导体行业的黄金时代 默克公司表示 到2025年 它将在中国至少再投资10亿元人民币 以支持芯片行业 其中5.5亿元将会用于兴建的张家岗基地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